平时人来人往的台北车站 如今除了售票员 几乎空无一人 知名的台铁便当店停业 一楼商店也全部都拉下铁门 25号开始停业清销 就因为一天内爆出三起台铁清洁工确诊 北市公布两例分别是案15652 23号确诊 曾经搭乘过大都会大南等客运 还有捷运淡水线 20到22号在地下夹层厕所工作 案15669同天确诊 负责一楼厕所清洁工作 23号曾到大卖场北投店 两人感染源都有待厘清 新北同一天公布的北车清洁工确 然后传给女儿 但是否与同职场两确诊者相关人在调查 那因为曾接触在台北车站的职场 有两个确诊者 我们积极在调查 这两个确诊者是否是感染源的源头 他们工作的场域包含了一楼的大厅 还有B1的公厕 目前在一楼大厅的部分 全面停业 清销静置三天 由于三人负责的洗手间 使用者除了一楼商店员工之外 还有搭乘双铁乘客 让疫调更加复杂 也因为疫情期间 餐饮业遭到重创新北出股 每月损失高达46亿 市长侯友宜拍板 只要符合两条件 可救水电瓦斯 或行动支付外送等 则一补贴3000元 我们的餐饮业值得辛苦 再加上更辛苦 我们特别提出了 安心餐馆防疫的一个补贴计划 应降级新北也宣布 9月1号规划开学 将不会跟进北市线上线下 混合教学计划 在落实防疫前提之下 人会以实体授课为原则 也让家长可以更安心 解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